主席 主席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部長 哪一位部長 審部長 經濟部審部長 院長好 委員你好 過去提在立法院服務 也跟院長有合作一段時間 感覺院長過去施政的魄力跟能力 都受到各界的肯定 本席今天很重要在這裡 要跟院長來做一個探討 就是現在全世界的疫情 非常非常的嚴重 而且此時此刻 我們看看美國 院長知道 美國到今天為止 確診人數有多少人 院長知道嗎 美國現在疫情真的是嚴重 而且不斷變化 那我們覺得 這個真的如院委員所說 全世界疫情真的還在變化中 院長 大前天 美國多了兩萬兩千人確診 前天多了一萬三千人確診 到昨天多了兩萬四千人確診 美國現在已經十六萬人 全面集中的大爆發在美國 現在美國到底整個經濟以及所有美國封城的情況會到什麼程度 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來判斷 但是美國這次遭受到空前的這樣的掌割 不管是人民的生活自由還是整個經濟的發展 最嚴重的一次的考驗 從二次世界大戰戰後 而且它嚴重的程度遠遠超過2009年 Limon Brothers所對美國以及全世界的重創 今天啊 本席在這裡希望院長啊 要考量一件事情 千萬不要以台灣的疫情 來做對世界的判斷 台灣這一次我們的疫情 我們要謝謝衛福部跟我們整體內閣 大家同心協力 讓台灣擋住了第一波疫情的侵害 現在台灣面臨第二波從歐美回傳回來的二次的感染 到底會不會爆發全面性的社區感染 我們並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很多的我們這些防疫的人員 都在第一線非常的辛苦 我們也表達肯定 但是行政院不要就把目前台灣的疫情 而故步自封 認為台灣的疫情目前有受到控制 沒有全面性的群聚爆發的危險 是不是台灣整體各個產業所受到的衝擊 就相對的偏低 院長是這樣認為嗎 委員你的分析 大體上描述了整個情況是對的 那行政院絕不敢故步自封 而就相關疫情謝謝委員 肯定了防疫人員的辛苦 這是也是全體國人同胞 大家一起合作達到成果 但疫情還在發展中 我們戰戰兢兢 尤其對經濟的衝擊 那是非常大 如剛才委員所說 遠超過雷曼兄弟 當時的這個金融的衝擊情況 所以相關的這些做法 我們還要面對發展中的疫情 加以因應 院長 第一波我們本土 這個整體啊 這個救助的金額行政院所提出的 預算是六百億 第二波是四百億總共一千億是嗎 不只啦 現在包括中央疫苗兩千億 以及我們移款劑集和相關這些作業 而現在更進一步 因為疫情 當時我們面對是從中國這個疫情 現在歐美啦 全世界啦 情勢更危險 所以勢必要再進一步再加強 謝謝院長 本席在這裡要再三的提醒 我們看一下 現在第一波的六百億 第二波的四百億 真的能夠為台灣的經濟 來做一個相當的救助嗎 這個院長啊 我今天就叫他盡量不要秀出來 我要直接來跟您對談 好 院長 現在的整體的狀況 可以說是面對第三次啊 世界的大戰 這次的世界大戰沒有任何敵對的國家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跟另外一個國家是敵對的 而是共同全人類啊 要面對病毒的侵害 大家都是共同在防禦的國家 所以呢 我們現在參照一下全世界目前的情況 我們現在在這裡讓院長了解 現在世界總體的經濟 面臨充空前的一個撞擊 過去不管是1929美國的經濟大蕭條 還是1997的亞洲金融風暴 一或是2009年雷曼兄弟 都是由金融的風暴影響到實體的經濟 但是這一次呢 是由整個疫情造成實體的經濟受到重創 進而危害到整個金融體系 整個金融體系全面緊縮 一或是崩潰以後 又影響到 再影響到整個製造實體的經濟 所以這次是雙面的夾擊 跟過去跟過去 所有我們面對這過去100年 在全世界的 不管是任何的這樣的經濟 或是金融的危機 完全不同 過去可能是需求面斷面 或是可能是供給面斷面 現在不只是需求斷鏈 供給也斷鏈 而且過去避險可能在黃金 現在不只供給斷鏈 需求斷鏈 連避險的黃金也斷鏈 所以我希望院長 要特別來謹慎面對 現在台灣的經濟 因為全世界的經濟 一定會影響到台灣的經濟發展 請問院長 您知道現在啊 中國大陸對歐盟 一年出鈔大概多少億美金 院長知道嗎 這個詳細數字 我 不清楚 我記不住 大陸 一年 對歐盟的出鈔 是大概多少美金 部長您可以回答 這 我怎麼沒有 我還補償給委員 院長啊 全世界是一個地球村 台灣是一個潛碟型的市場 我們整體的經濟的發展 都依靠外貿為導向 今天我們當然了解 世界三大最大的 四大最大的經濟體系 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歐盟 包括美國 或是日本 現在跟台灣息息相關的 包括東盟 本席現在告訴院長 大陸一年對歐盟的出鈔 是兩千兩百億美金 出鈔 院長知道 現在中國大陸對 美國的出鈔一年大概多少錢 三千五百億美金 所以 歐盟 跟美國 等於是中國大陸出口的最大的市場 又同時 又同時 歐盟對美國一年的出鈔 院長知道是多少美金嗎 我不知道 歐盟一年對美國的出鈔是一千六百億美金 一千六百 將近一千七百億美金 所以 美國也是歐盟最大的市場 現在 中國大陸最大的兩個市場 一個是歐盟 一個是美國 現在幾乎整個歐洲經濟體系是癱瘓掉 美國更加的嚴重 全世界最嚴重在美國 中國大陸是世界的工廠市場 更是最重要的一個出口國 他出口最大的市場 就在歐洲跟美國 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市場 當他面臨這樣空前大的一個危機 經濟危機 請問他還有能力 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嗎 他還有這樣的大的消化的能量嗎 他的需求一定全面的降低 那攻擊面 沒有辦法攻擊給他的時候 這些攻擊國 就會產生非常嚴重的斷鏈危機 現在不只是歐洲本身是重災區 歐洲現在要銷到美國 出燒到美國 現在美國沒有這個市場 他幾乎要鎖國了 未來到底是只有十六萬人 還是一百六十萬人確診 我們都不曉得 美國的人在現在在街上 還不是很習慣 不是五十趴六十趴八十趴的人 戴口罩 他所造成多大的感染 我們現在完全無法判斷 院長 本席要請院長了解 現在台灣面對多大多大的危機 當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在美國 他造成全世界斷鏈的時候 歐洲斷鏈 美國斷鏈 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會如何 他對歐盟一年出超兩千兩百億 對美國一年出超三千五百億 光大陸對歐盟美國出超了五千七百億 請問一下 當中國大陸沒有辦法出超這五千七百億的時候 中國大陸這個市場怎麼辦 他所有的產業怎麼辦 院長 台灣一年對大陸出超多少美金 您知道嗎 八九百億 八九百億美金 謝謝院長 部長了解了沒有 台灣一年對東南亞十國出超大概多少美金 部長 過去好像是四五百 現在大概兩百多億 台灣對大陸 超過八百億美金的出超 對東南亞十國超過兩百億美金的出超 這兩個地方加起來就一千億美金 三兆多的台幣 台灣對美國的出超大概一百億美金 所以這加起來大概三兆五千億 請問院長 當大陸這個市場已經不再是市場 當美國已經不再是市場 當歐盟已經不再是市場 台灣這麼小的一個潛碟型的一個 一個經濟規模 以出口為主要導向 當全世界的市場都已經不是台灣市場 我們一年國家總預算才兩兆兩千億 我們光對大陸 對整個東盟 對美國 我們就出超了一千一百億 三兆四五千億台幣 這對台灣 當上市的市場的時候 台灣整個經濟規模整體的崩潰 這才是我們現在面對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院長 不要把台灣的疫情 當作我們現在可能的損害控制 台灣完全依照 外來的支持 外來的訂單 能夠讓台灣持續的經濟發展 台灣的產業能夠來維繫 所以從第一波我們六百億的紓困 到第二波四百億的紓困 真的不夠 院長本席在這裡 代表所有花蓮的產業 跟台灣所有愛好遍野的產業 要跟院長來請院長全力的支持 院長 美國FED無限QE 美國人印鈔票不要成本 不斷的印下去 因為它是國際貨幣 現在兩兆美元的紓困 英國三千三百億英鎊的紓困 法國三千億歐元的紓困 德國七千五百億歐元的紓困 義大利三千四百億歐元的紓困 西班牙兩千億歐元的紓困 日本十二點一兆日元的紓困 韓國一兆台幣五十兆韓元的紓困 香港這麼小的香港一千兩百億港幣的紓困 今天我們台灣如果還是以所謂四百億六百億 不知道民間疾苦 我們的產業要面對多大的斷裂危機 幾乎是滅頂性的危機 光是我們台灣護國神山台積電 它百分之七十五的股權是來自於外資 當全世界都要撤資的時候 台積電會整個腰斬崩潰 院長 全世界主要先進國家 現在所提供的 是對企業現金的救助 以及最低利的貸款 讓他們能夠支付所有原料的成本 勞工的薪資 以及銀行的貸款 但是我們今天還在看到什麼 振興券 夜市券 完全我們的產業哀嚎片野 院長斷裂危機馬上就要發生了 但現在是希望院長 蓋子 好 謝謝 好 謝謝 中文字幕——YK